我因為你過了來 所以我不開心 我當初為了你點點點 香港人移民可以因為 子女、父母或自己的前途 但這個90後的香港女生 就拿錢為了男朋友 我一起了半年左右 跟我走 我想全部分手 香港經常拿來和新加坡比較 同樣有高樓大廈 同樣有很多人 這對情侶人生路不熟 又未必找到工作 半年的時間找不到一份工作 那她就要走了 即是計時炸彈 物價還分分鐘比香港還貴 租金就大約是港幣 她們到底為何要選擇新加坡 而戀愛是不是真的大過天呢 作為遊客的我 我就來這裡三次了 我想問當年你們第一次來新加坡的時候 是否都一定來那些 是的 我們第一次贏了 這位白酥酥細細小的女生 就是嘉瑜 一年前她跟她的男朋友 AKA IT 界 Security 專才的 Chak 搬到來新加坡定居 眼睫一下 怎樣睫一下 其實都蠻醜的 我覺得做這個動作 你過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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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角度不適合 那怎麼適合 你說吧 很難 你確定你第一次有客人 我們在那邊 你們現在會看你眼前的表情 看了一看 都漂亮的 但是沒有尖沙像 嘩 懂得說話 新加坡之前 其實有沒有來過新加坡旅行 沒有 從來 永遠 小鞋不笨 已經是我最大的印象 因為我想新加坡 不是一個很吸引香港人來旅行的地方 就是環球影城 星途沙 玩來玩去都是那些地方 沒有理由由香港去另一個香港旅行 你去旅行 你想都想日本 韓國 台灣 他們兩個 連去旅行想都不會想新加坡 既然他們覺得這裏這麼悶 那為什麼會移居來這裏呢 是上年2月過了農曆新年之後過來的 2021年 年尾 我其實是在找工作的 那時候我實業了多久 1年左右 都長 所以都是靠人接濟 那 你不看到自己很慘 是很慘 新加坡公司又在請人 就打算 照面試試 我打算交易 因為不是請就請 你要找到一間公司願意請你 然後願意等你過來 還願意幫你處理麻煩手續 其實我覺得聖醫師是沒有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叫他試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沒可能 誰知道就得了 哈哈 我正在聽 我要接受的 接受 阿Chess就努定了 就是他的工作已經在新加坡公司 當然已經有人工了 那你的情況又如何 有工作正在做的 那份還要是剛剛上班的工作 我想一兩個月而已 普避巡都沒有過 其實那份工作也很糟糕 那一隻全一場辦公司我覺得很悶 所以那時候也有這樣的轉工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機會 可能過來新加坡 然後我就在想 那即是怎樣 即是Long Deal 不要 那時候就哭了 開始 哭了 不要走 那時候 簡直說了一句 他就說 如果你真的不想Long Deal 又或者不想一齊去的話 那我就不取這個offer了 我因為我而放棄你自己 將來的發展 或者你的事業 那最後我就找到 原來新加坡是有Working Hard 的這個program 我頭幾個星期 我都是不停發 CV 找工作 你才發 CV 發 CV 發了多少 我想 2、3、8 走不了 3、8 是啊 文職也好 餐廳也好 什麼都好 我都會去試 我很多工作都不願意請 因為 Sense CV 那時候 有得踢的 你需不需要公司 為你申請一個工作簽證 其實大部分公司 會Filtr的 去看都不會看的 其實他們會寧願請Long Deal 因為勉強了很多麻煩手足 所以那時候 我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長期 頭一個月 都不太開心 都不知道怎樣幫到他 我知道他都很急 因為事實上你想想要去那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計算半年的時間 那半年之內 如果他做不到一件事 Vitches找不到一份工作 那他就要走了 其實都是一個 即是計時炸彈 那樣 是一個長期的心理壓力 你知道 個人沒有了一份工作 你沒有工作 你沒有工作 你又要做 你就會很容易 懷疑自己 究竟我這個決定是否對呢 究竟我是否真的應該要過來呢 半年找不到工作 就回香港 兩個月左右 那我就找到工作 所以那個情況 我好轉到 工作呢 就找到了 但都要找個瓦傘頭 新加坡出著名 人人有樓住 樓宇的供應 應該不是問題 蛤? 我們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我們真是幸運 那邊 那邊就是我們家 一看就馬上漂亮 找樓的過程 因為我們是有agent的 都是跟agent說我們的要求 他就幫我們sauce樓 當時agent也有說 其實供應開始有點緊張 我們看第二間 我們一進去 我們一進去 感覺到地板 是油的 是超油的 好像它完全沒有拖地 它不知怎樣煮食 永遠不會抹 可能是沙傘還是煮食 總之你感覺到那個 油理感是整間屋裡有油的 而且有煙味 一進去冷氣那些很難清 打開門再出去 是上去的一陣子 都看一看 看了五六間 然後就選了這間 這裡就是我們在新加坡住的地方 8呎左右 租工大約是港幣萬六元 我一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樓底極高 好過萬 都是開放式廚房 但是它的樓頭和焗爐 原裝裝買 就不用自己再買 還有我想介紹一件事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其實新加坡 湖都應該有這件事 就是它洗手盆上面 是有一個脫水架 是內置在一起的 那雪櫃是不是都包起來了 雪櫃是的 對 一些餐桌 都是業主包起來 就是儲物量是很驚人 整間屋真的 電視櫃和電視都是業主包起來 嘩 這麼多東西都包起來 家瑜他們真的省不少 但是一些私人用品 電器上面的東西 始終都是要自己買的 在這件事上面 我和阿恆就很有共鳴 細細細告訴你 其實我們現在兩個 處於同居的狀態 還是這次的影片 就不是想做Room Tour 有興趣的話 就去Full ChannelKate去看 同居了之後 我發現我們真的有很多家電要買 例如它 它最需要就是一個鬍袍 你看它 好像荒山野人 它又現在 都原來是用剪刀去剪鬍 對呀 不可以這樣 哇 原來很多時間 而你最需要就是風筒 因為你每次洗完澡 都不會吹疼 搞到頭痛 所以這次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 Panasonic NanoE 護髮風筒 以及最新推出 日本製造的 Panasonic Lambdash 超高速磁力驅動電鬍刨 準備好了嗎? 這次是它第一次用鬍刨 也是我第一次幫人看鬍 好緊張呀 小心點 專心點 沒問題啦 這部鬍炮呢 手殘人士都可以用到 因為它有全方位5D浮動5刀頭 你的鬍比較密 它有一個精感刀頭震動系統 可以自動感應到鬍鬍的密度 調節震動的幅度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感覺很貼服 一點不舒服的感覺都沒有 好像有些東西在臉上 在皮膚上面滑光 還有你的鬍不單自密 還要很硬 要看得乾淨 一定要有一個強勁的鬍刨 這部有超高速磁力驅動馬達 每分鐘可以推動1萬4千次 不用反覆看都可以完成 還有這個鬍刨採用了世界通用的電壓 可以帶去旅行 而且一個小時就可以充電了 可以環保一點 不用再用積氣那些 完成 哇 馬上由我老伯伯變成年輕人 好像是呀 真的年輕了很多 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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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吹完我都已經睡著了 不用吹很久的 這部Nanoi護法風筒 有1800瓦特 可以很快就吹光了 而且你們女生這麼喜歡研發 其實很傷的 這部風筒吹法同時護法 因為它有Nanoi納米尼紫 和雙倍礦物尼紫 令到水份更容易滲透發心 就不會那麼容易開叉了 現在的風完全不熱 是不是真的可以吹光 風筒太熱了 好傷頭髮的 這部風筒有六款的護理模式 除了熱冷風這些基本之外 還有智能控溫模式 可以偵測到周邊的氣溫 自動調節最適合的吹法溫度 保護受法 免受傷害 搞定 為什麼之前我用的風筒 吹完後臉會很乾 這次又沒有的 你搞了什麼 我因為我用了面部狐狸功能 剛剛說的納米尼紫 還可以提升肌膚的含水量 我買一件電器給你 發揮了幾款的作用 又護髮又護膚又方便 以後沒有藉口不吹頭了吧 我們的露台 露台很棒 出來看看 好開陽 這裡最特別的單位就是 這裡好像八頁窗簾 是巨型的八頁窗簾 但是這麼大的露台 說真話的 你有幾何出去 說三個走出去 為什麼你的工作地方 怎麼閉門口 我呢 我們分開了兩邊 沒有開燈的話 整間黑房似的 好像變壁 這間廠商店的租屋 他們都用來買 雜物房 你把雜物房變成男朋友的工作室 他真的選擇 我就看到雜物房 接住在這裡 就把他穿成我的工作空間 那你做事那裡呢? 隔壁 你這個位置好像開陽一點 很有窗 隔壁 隔壁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那你們兩個不是完全背著坐嗎? 是啊 因為我這樣情侶一起住 都要花點時間空間 因為我們這間屋的間隔 是沒有房間 但是也需要一些空間 獨自相傳的 背著背著 你同意 是啊 我也是有些站穿 我也是有些站穿 然後下面是紫田 我看到一些東西 我看到一些東西 嘩 有沒有抹過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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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澄清一下 這裡是沒有吸塵的 因為它是黑色的 然後我們這個位置 對著馬路 其實是給我真心 我抹過的人 他第二天也是這樣 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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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就有它 好 到大家最期待的地方 究竟睡房在哪裡呢? 睡覺的地方都不可以分開睡 我們想去我們家 真的剛剛很夠放一張床褥 是啊 幸好都沒有再買單 這個再帶你製身 自己給錢還是怎樣? 這個那時候業主都很lice 我們說那時候給了300分 我們自己買了 買完之後 聽回來 聽回來 工又找到 樓又找到 這兩樣移居人士最大的挑戰 都被他們兩個月內搞定了 加上新加坡 又是一個華人的地方 文化和語言上沒有什麼分別 適應上應該都沒有問題 西加坡那些佛質厲害 就是那些亂拋垃圾 吐痰 那些 但我有看到那些signy 說譬如你亂拋垃圾幾多錢 那些 金額上面是大很多 大過香港很多 對 好像食堂 我還記得是2千元 2千元 2千元 但我搞笑 我那天坐巴士 那天我們就看到 他有一個signy 就寫著叫人 不可以吃樓 是強調不可以吃樓 真的有幫人說 我多喜歡吃樓 因為周圍都有 其實不帶得上去 是 可能不帶得上去 沒有買榴槤的 走回家 買你的包號電話 我知道你不要影響到人 因為他去學去買的 那我就變了一些英文 所以他就 大大言 上網搜尋 原來是singlish 意思是說 你一定要做的事情 例如 dai-dai must eat dai-dai must do dai-dai must have 通常會有些 你講什麼 都有的 因為他們說的 一句英文裡面 他混了很多不同的語言 你可能聽得明白前面的英文 但你聽不明白後面的福建話 例如 馬拉雅 是馬拉雅 是吃飯的意思 是的 他問你 我喜歡吃飯的 你吃飯了嗎 有沒有被人吵過 做事 怎麼也有的 有被人說過 我可能某些東西是比較shit 是 真的說shit 是的 是這樣說的 我想大家做事都被人吵過 不過可能現在 我真的在第二個語言吵過 會不會比較甘 各個國家都有 誰打工沒有被老闆吵過 你多理過我來自香港 他們對香港人的想法是怎樣的 我知道我跟我男朋友兩個人過來 又是這一兩年的事 然後他都會問我 你是不是Umbrella people 是運動所以過來 我想又未必去到 是不是你已經被人抓 所以你走 他又未必是這個意思 但我覺得 挺有趣的 我沒想過他們是 那麼關心這件事 真的那麼貼 是的 這裡是有二米水 香港是沒有得賣的 有沒有動靈茶 沒有啊 好像真的只有咖啡和奶茶 我們行山都沒有 但我剛才坐完訪問後 已經變了兩折了 為什麼你還可以這麼白 我不白了 黑了很多 即是你在香港還白 對 那你們不是很少去湖 很少啊 我們都是躲在家裡 因為出去就一定是商場 所以我們不會在湖外 長時間鬥那麼多 是人類的空氣 對 好熱啊 其實我們平時 很少會特意出來商場吃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也是在Hockey Center吃飯 因為最近加了稅嘛 然後你一坐下 座底要多給18% 那就挺重 其實 但Hockey Center便便宜了 那我會不會逛街那些 你看 多Shopee 我想這邊又是流行網購 哦 有些可能上Shopee 其實都會有 可能便宜一點 5億 為什麼25億 等一下男朋友拍照完我 哎 懂得腳貼地 對哦 厲害了 厲害了 這個就癢了 正所謂八字號成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播放 看看收不收 看收不收 對啦 可以置中一點 對 就對了 真的要再拍了 這樣就麻煩了 哈哈 你看看你和人家拍照的態度不錯 態度正確 你學習一下 我們對比一下 對比一下 你拿機 你走到這麼遠也拍照 你先拍照 你走到這麼遠也拍照 你看看 有動物的人通常都 死人 死人 很糟糕 太陽了 憑他 為什麼要腳貼ہ 活該到肥皂 你為什麼要低褶子 你為什麼要低褶子 重點最容易是中間的東西 本件是什麼 人像 阿恆一向拍照,他最重要是景點,其次才是人 他經常說,那應該扣頭不定,不用扣頭漂亮,我忍美就可以了 我認同,你來,我認同 看一下家瑜他們的家在這裡 這裡旁邊是有新加坡的興鐵 從聖途沙都搭過類似的東西,你有沒有搭過? 是嗎?我沒去過聖途沙 可能你來了一年,你都沒去過聖途沙 什麼啊?為什麼? 聖途沙很遠,你又要再出去市中途沙 然後再轉這輛車子去 力環球應成都沒去過?沒有 好神奇啊,我以為你們初一個月來的時候 會瘋狂之後再玩一下 沒有啊,因為他已經在做事 Local 究竟在玩什麼呢?有什麼好玩呢? 其實我們沒什麼頭緒 例如我們去JB,去新山 但可能價錢或者不同的東西都有不同 例如你去那邊玩聖途沙 玩ATV 變相你如果真的只是在新加坡的時候 就會差一點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做什麼呢? 他看到Dorky的雞啊 因為這邊Dorky買的也挺奇怪的 入口 對,入口的 然後他們買的也挺奇怪的 我來新加坡之前 我媽媽就千丁萬粥 一定買一樣東西 Panador 他說香港的Panador 是半年內才會上課 對,所以就... 我在想... 那Covid是全世界的事 那新加坡人會不會都缺Panador呢? 怎知道我看到是周圍都在Panador 不會搶 因為我想這邊Covid已經是幾次變了 即是與我常在的 即是大家不會特別驚訝 即是有病才買 我們不會說買幾十包開門口 因為現在新年呢 這邊超市就放了賀烈的東西 真的叫年糕市場 年糕來的 不過好伏的 軟的 不應該有個盒子放著嗎? 這裡不流行 喂,談不閒 先回頭吧 放下 這個借慈菇片 好吃的 慈菇是類似馬蹄的東西 然後他就炸成片 其實跟樹片差不多 很可憐的 全部都在裡面 不是藍貫曲奇 對,真的不是 而且也不是家長 買一買這個 黑菇片 行不行,黑菇片 我媽媽喜歡吃 我們就來這個超市買信 一個星期來的一次了 起碼一次 裡面的包包都這樣呢? 對,他們這邊的新年禮盒是比較誇張 上面是禮盒 我剛剛才說完它似 不知下面 真的放在這裡 包包金幾 本來你買菜煮飯是吃什麼? 煮什麼菜 我們都是煮家純菜 蒸肉餅 煎雞翅 如果買足一個星期 就大約50至60元 大部份超市都是這樣 因為這裡很少濕街市 因為這裡很少活魚賣 通常都是冰鮮的 在上面 因為這間就小一點 我想吃 那天不是說過人買薯片 拿吧 是這隻嗎? 我想買BBQ味 Sky會不會亂買東西 人一時一時 不是,他都會收拾一下 有時候會收拾東西去吃 但是不告訴你 等一下才知道 我想你男朋友亂買東西多一點 他又看錯了一些東西 香港會不會過一副的數字 還是香港 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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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 You are working out 最後是 他們買了很多東西 不是他們 全部都是他們 是他們 現在我們這區叫什麼名字? Pungo 這個就是家瑜他們家附近的 他們經常鋪開的一個 家瑜飯店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好吃 我天天海南雞很多 但是沒有人欣賞 那就真的要試一下 我沒有錢的 要問男朋友拿錢 10元應該可以 我要半隻雞 你要半隻雞 這邊吃多少? 吃的 然後三個飯 然後小的肉菜 嗨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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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過癮的哥仔 是不是都是這麼熱情? 是啊 這三個月多少錢啊? 你是什麼港幣? 在家住多還是外出家吃多? 晚上就多 下午就外出家吃多 你去去去去去 我去去去 在香港 阿Chad,好吃嗎? 他煮的東西 他煮的東西也好吃 真心的 所有餐餐都好吃 我一定會吃 你剛剛開始吃 剛剛開始煎得焦了 那些東西給他吃 即是雞翼焦了 但不熟 那些 那些就給他吃 你昨天說 試過一次 吵架的 不是吵架嗎? 就在這裡 又是吃這間雞飯 然後我們剛才去買雞飯 然後你看到 其實裡面有些桌子 那我就選了裡面桌子 然後我買回來 然後他就不出聲 全程黑面 然後整頓飯都不出聲 然後我心想 做錯了什麼 然後我就 然後就開始審視我整個過程 又買飯那一刻 然後想 究竟做了什麼 令到他會這樣 都想不到 然後我就放棄了 讓他自己冷靜一下 然後後來 搞了多久? 我們吃完飯之後去買菜 然後買菜 也搞了半小時 然後後來 看他好像OK了 然後我就問他 其實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下次最好不要選擇 那麼近的檔口 因為很多人排隊 在旁邊走來走去 吃都不舒服 其實你試去第一次認識他 他就知道他的性格 都是 麻煩 好 也是麻煩 剛剛有個男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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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有電話 我不是很理解 有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 你應該知道這件事 應該教你 但不是要講的嗎 公文說 其實是說 尤其是 有遇到人在外地 我們兩個生日的時候 什麼都覺得他知道的話 其實都不是一個 很好 或者很合理的事情 可能很多事情 衰的說 就會叫做 屈屈屈 中間的一件小事 但是變相 這些過程 或者這些事 就是令我經常 有時候回想 其實我那時候 說多一句 或者是 一句已經解決到 如果再聰明一點的話 不用說 這樣 都要補多一句 都要插多你一句 情侶之間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 哪有樂趣 你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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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又是要黏住的 我們那時候就一起了半年左右 他就說要跪身入 武功開 所有生活的洗費 其實都是靠他 自尊心都厲害的人 我都不喜歡 洗人錢那種人 你負責所有洗費 我自己覺得 我的心不舒服 或者怎樣過意不去 然後那時候你跟我說 我不夠了 很小事 因為這些洗費 這些毛蒜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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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要去洗手間的時候 其實你是想都沒有想過 去嘗試長時間一點 沒有 OK 那你現在過去 那我要不就跟你過去 要不就分手 那你問我想不想分手 不想 因為我那時候喜歡他 那你只剩下另一個決定 那一起過來 有些可能需要長時間一點 那你未必有機會再一起讀 最簡單的可能是 Facetime 或者你要去 大家要Additional 再找一個時間 好像隔開會 分隔兩地 大家的誤會 或者猜疑都會多 如果我的經驗就是 找不到人 失蹤 那些 十幾十個小時 那他不在香港 你可以怎樣 那最後為什麼呢 睡著了 忙 做事都很忙 那可能真的沒事 長時間下來 你都明白 女生來說 就難搞一點 就心裡有條刺 是啊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你是為了另一半 而做這個決定 你 將來一定會因為這件事 吵架 如果我當初為了你 你去新加坡了 我要跟著你去 然後我做這個決定 如果我有什麼不開心 然後我就會說 我當初為了你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是一樣 我覺得最不好 還是最危險的事 如果對情侶之間 所以當下我們做決定的那一刻 當然第一是因為他離開 所以我才會有一個念頭 我是不是都跟他一起去呢 但是最終做決定的時候 我都是想自己 我是不是想去呢 就是我是因為這個男生 所以我才去 還是本身我都很想嘗試 在外國生活 然後有本 那種感覺 那種經歷 就是我是想 我自己是不是都是想這樣呢 然後才最終做這個決定 是的 因為這個決定是你的嘛 就是他沒有逼我 我也沒有逼他 那你不可以怪他 我因為你過來 所以我不開心 或者我家人不在身邊 你不可以這樣 我很害怕別人不要跟我說話 所以我也不會這樣跟我說話 因為我明白那種壓力 那對於我來說 又未偉大到說 拋下所有事 不顧一切跟他過來 因為我家人朋友 全部都在香港 而且我不是放棄香港的身份 移民過來 我純粹是移居過來 叫做找工作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價值不是特別大 對 最壞就是不合格 過來才發現 過來一起住 24時才對住 對 那你不合格 那怎麼辦 如果相處不到分手 分手回香港 再重新來找工作 對於家瑜來說 其實也不是一件大事 的事 你過來 不是坐在這裡 就是你過來 你會有自己的經歷 那這件事是 你怎樣去 處理那個經歷 我講得好聽一點 就是我給了機會 你去經歷這些 但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一件 很大件的事 亦都 echo回 剛才說 就算我可以沒有了份工 繼續留在香港 因為我也覺得 份工也不是很大件事 基本所有事情 都不是很大的事 那為什麼不可以試一下呢 那最重要是 你看看 你跟誰在一起 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這種感性 新加坡裡面 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 跟一個 我熟悉的人 是可以一起 相處的時候 對我來說 都算是一個家 OK 連續三天 三夜不眠不休的剪 我終於完成了 現在這條作品 今次的拍攝 無論在拍攝過程 和剪輯上 都是比起上次訪問 OKFamily 是難很多 因為他們不是一對情侶那麼簡單 而是兩個個體 所以想說的故事實在是 太多太多了 很多都不可以生走 其實一開始 我去找新加坡移居的港人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找家庭 或者一些夫婦 反而找一對未結婚的情侶呢 是因為近幾年 我身邊的朋友 有很多的情況都是 可能跟另一半 拍拖幾個月 就決定跟他移民 或者移居去其他國家 甚至有些情況 是他跟另一半的家人一起移民 而他自己的家人 是留在香港的 每一次我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 我都會很疑惑 究竟是有多愛對方 你才可以為他拋下香港的一切 而移民過去呢 試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去到那邊 發現跟他是不合格的 然後分手 你自己孤身就已經在那邊 即不到頭又不到岸 那怎麼辦呢 所以就令到我決定訪問家瑜 和查這個故事 但到最後呢 很有趣的就是 我記得我在訪問的過程裡面 我很多時候都想在他們身上 聽到一些可歌可歌的愛情經歷 但是比起這些故事呢 我更多時候是聽到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人生目標的一些憧憬 家瑜令到我反思的位在於 人生做每一個決定 都要由自己作為一個出發點 之所以這麼重要 是因為 難聽的說句就是 你為自己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道理呢 不是應用在移民和移居上面 其實在每一段關係都 應該是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去對待 才是真正懂得珍惜那段關係 當然啦 我在此再次 我是祝福家瑜和查 或者是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就算他們現在是情侶的關係 都即將可以幸福地步入教堂 成為一對幸福的夫妻 但是我很相信 如果你有一個這麼健康的愛情價值觀的話 就算有一天可能真的要分道揚標也好 你們都是互相會祝福彼此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這次我這條訪問片呢 到最後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鈴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遲些我會有一條 我和阿恆同居的影片 的room tour 還有要給我一個like 我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我要睡覺了 連續兩晚沒睡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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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